我覺得香港人很慘 為何要去到絕食來拒絕一個課程呢? 為何要用絕食這麼悲壯的手法 去不讓自己的小孩讀一些 強行政府要我們讀的東西呢? 我看到這裡,我覺得真的忍不住 為何我們要不可以用一些文明一點的 講道理一點的方法 去告訴政府,我們不想要 你可不可以先問過我們嗎? 而是,它一定要要 多少人上街都要給我們 搞到我們要由家長,由退休老師,由學生來絕食 我想到這裡,我真的忍不住 罷課真的不是我們現在一時三刻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現在黑客要做 因為已經開學了嘛,所以只能夠走這一步 所以只能夠走這一步 我不知道,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最後通牒了 我希望政府 在它面前 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它會看得到 如果民意已經是這麼清楚呢? 政府還是一意孤行,一步都不讓呢? 它真的是軟民為敵的 我已經覺得這個政府不要再聽民意 不要再尊重市民的聲音 不要說民生無小事 這是民生的大事 但是它依然都可以這麼明環不靈 好嗎? 好,大家做門給你看 夠了,好嗎? 好嗎? 謝謝